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星期四 也同时间是2020年 跟他说再见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这个疫症就到这里为止了 今天也同时间 我们是由4月头 应该是4月第一个星期 开始mini talk 到我们今天的年底了 就是连续地做了 连续8个月的mini talk 感谢大家一直陪着mini talk 来到8个月 我们继续2021年都有 今天主要说什么呢 就是说玉柜 今天是不是7度 我不知道大家的区域在哪 我的区我就不觉得特别冷 但我知道有些地方很冷 有人就跟我说 究竟吃什么可以驱寒暖胃 其中一样就是玉柜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 首先 飘损时间 这里有很多玉柜 美食或者野饮 如果大家选择票选 123456 究竟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呢 有1号玉柜卷 2号玉柜苹果批 3号玉柜咖啡 4号玉柜鸡味酒 5号玉柜山姜柠檬水 6号玉柜苹果茶 我自己也很难选择 我会选择这个 我会选择2号的 我看到有人很贪心 选择1、2、3号 肉柜有很多不同的美食 因为有一次冬冲 我就要买一个肉柜卷 我有个任务 不知道店铺在哪 怎样找到出来的呢 就是在这里闻着闻着 我就找到一条路出来了 因为在附近的肉柜的香味 真的很重 有人再回答我的话 先看看 1、2 OK 好 肉柜 首先说一下 它本身真的是一个香料 有香料之和的美清 大家如果吃过 身中太甜 原来古埃及的时候 已经在用 甚至乎你看到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它的价格比银还要贵 也是5和2 刚才5 我知道是什么 它属于什么植物 它是这个章属的桥木内层的薯皮 是桥木的 这样就帮它烘干了 干燥成为肉柜 除了是香料调味品之外 中药也会应用到肉柜 不同的料理 五香粉 大家可能经常下的 都是有肉柜成分 以前我也不知道 露水食物更加有五香成分 北非的香料 番茄酱汁 以色列的番茄烤蛋 原来越南的红烧牛肉的底 都有五香粉 印度的咖喱 原来这个肉柜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原来种类有两种 有中国的肉柜 还有一个叫石兰肉柜 有不同的学名 例如中国肉柜 中国越南、印尼、印度 这些区域 会比较多 而石兰肉柜 就在斯里兰卡 或马达加斯加 如果中国肉柜 大家会看到 比较偏好 美国、加拿大 或者很多全世界的地方 都是吃中国肉柜 但是如果石兰肉柜 就是偏好性 欧洲和墨西哥人 就比较偏好这个品种 如果以质地来说 好像比较容易分辨 中国肉柜是硬身 和厚身 和深色 红中色 但石兰肉柜 是浅殼色 而且它像纸 很酥脆 质地是差很远的 原来的味道 如果中国肉柜 热辣的新香味 是强烈很多的 而石兰肉柜 你会看到它是细致繁缚 香甜中大幼化香 石兰肉柜的价值 是偏高一点的 好了 之后也有说到 一些营养成分 一会再提醒它们 如果你说 什么时候放肉柜棒和粉 当然 如果你去喝咖啡 或者有些饮料 都可能整支肉柜棒 放进去 这样就已经有肉柜香味 又不会太浓 如果想要 那种菜式很浓的肉柜味 就用肉柜粉 当然 如果大家有刨刨 你便买一支肉柜棒 然后自己刨些粉 稍后还有另一个方案 如果肉柜在中医的角度 它属于大热 所以可以驱寒暖胃 味、生、金 亦可以归腎、皮、心、肛、肛 如果你说胃寒、怕冻 这些四肢冰冷 食肉不振 原来也很适合 因为它属于温度 不过留意一件事 就是最抵抵不宜食用 待会也会说 如果你说 苦科里面有些公冷不认症 或者是男士的阳位 都可以食用肉柜配 当然 详情就要问中医师 如果不适宜的 如果本身已经很热 口干、泻醋、流入鼻血 或是痔瘡或是孕婦 就不适合肉柜 当然我们说 食可而止 分量不能够太多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 肉柜有很高的抗氧化成分 亦是抗菌抗炎的效果很好 可以帮我们的伤口加速愈合 同时 它帮我们改善人体的代謝功能 加速血液重环 所以它对减重也有作用 它亦可以帮我们调节血糖 所以糖尿病患者 吃它是挺好的 因为可以调节血糖 亦增加了胰岛素的敏感性 里面有不同的植物营养素 例如硅皮油 刺激我们的胃裂膜 帮我们快些 可以长度鱼动 肠胃穴毒 帮我们排毒 然后 移茶素 花青素 这些都在里面 但我想说 之后 因为它亦有很多不同的研究调查 做下这个肉柜的作用 原来它是可以帮我们活化微血管 微血管里面的内皮细胞 使我们的血管组织 防止不正常的破裂现象 原来一天吃0.5公克的肉柜 就可以让我们的微血管保持年轻 刚才我们的中医 也说手脚冰冷很适合吃 因为如果微血管微存好 那血液便可以到我们的抹梢 微血管里面 对于改善面部细紋 脱发白发的生成 手脚冰冷 这些都有作用 同时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和抑制敏感反应 你也看到最底的点 可以提升学习能力 因为找老鼠做实验 发现如果老鼠吃了肉柜 他的记忆力会更强 当然人体有待观察 可能有机会对柏金视症的 恶化也有舒缓作用 你认为要吃多少 建议量是0.6-3g之间最好 刚才是否说有中国肉桂和石栏肉桂 原来你认为如何选择最好 因为里面有一种叫香豆素 在肉桂里面 而香豆素吃得过量 就会产生一些毒素 影响我们的肝臣功能 但在石栏肉桂的香豆素 是会比较少 所以如果大家选择中国肉桂 还是石栏肉桂 的确是无论口感 也同时间 它的质量也会高些 因为香豆素也会低些 所以不同的肉桂的食用量 是有些不同的 今天就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这几天 这么冷的环境都可以补暖 第一个就是肉桂山羊柠檬水 自己吸收食物 然后自己做 可以帮我们驱寒 大部分人都适用 早晚都可以适用 好了 另外就是肉桂苹果茶 也是帮我们保暖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在惊痛期间 又或者手脚冰冷 都可以喝 不过也是一样 刚才说的 肉桂是比较燥热的 所以如果热质的朋友 或者是孕苦 就不适用 一起去做运动 然后星期三晚上 我们已经持续了一年的肌肉锻炼工作坊 刚刚隔身了 有时间9.3至9.9 都可以一起来做运动 最后就是我们的Facebook 和YouTube 欢迎大家赞好 同时追踪我们 而且可以连接我们的Apps 下载后应用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mini talk 在2020年 预祝大家2021年 有一个更好的身体 亦是有一个更精彩的人心 我们今天的mini talk 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我们下年再见 很快就下年了 拜拜